-你怎麼變成了? -好好笑喔 -小燕閒聊的時候在那邊聊八字 -你問八字對音樂型的youtuber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改變? -八字看青的人就碰音樂 -有什麼改變? 哈囉大家好我是RyneClan 那今天呢 有很榮幸的邀請到兩位創作者 來到我們現場 那兩位創作者呢都是在網路上面 有在經營自己頻道的youtuber 哎呀不算youtuber嗎? 曾經小耳機 也有跟我合作過Bretender這支影片的 Foxman跟Yui 嗨大家好我是Yui 嗨我是Foxman 好那今天呢 就是要來訪談兩位在音樂路上 或者是在經營自己頻道路上的一個 就是心路歷程之類的 -拼音樂 對 好可以啊 接觸到音樂是我 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開始先去學鋼琴 喔 為什麼會學鋼琴 那時候因為覺得 彈鋼琴很帥 真的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的理由 所以我覺得大家學技 不需要什麼太偉大的理由 就是帥我想把妹 OK 就去學 對 唱歌這一塊是非常晚才開始 大概是我大學的時候 才真正接觸到唱歌的 不然以前唱歌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當然音準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低八度唱 什麼歌都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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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唱歌有去學過欸 沒有 就是自己 完全自鎖 喔 所以很晚 大學一二年 那中間附近才開始 嗯嗯嗯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 一路就 那唯一 喔我的話 其實我也是 最一開始接觸的樂器 也是國小的時候 管樂團 然後我是打鐵琴 你也管樂喔 對我是鐵琴的 我是打吉布的 喔 打吉布只負責鐵琴 鐵琴 然後有時候 鐵琴很難欸 不是 那個是三角鐵吧 喔三角鐵 喔三角鐵 SORRY 不是鐵琴 鐵琴是唱鋼琴的 然後 然後偶爾會負責什麼 小鼓大鼓啊 這樣 就是偶爾會換樂器 我知道打吉布就超缺人 對阿 一部都有缺人 然後一個人是 一二分是三角 對對對 高中的話 就剛好遇到我以前 國中戲劇社的一個老師 他就說 他有 就是找我去參加一個甄選 但本來這個甄選 我最後是不是沒想 就是 他後來也想說 嗯想要栽培我 然後就開始去上 唱歌課級那個 然後再後來後去大學 因為我覺得 好像有想要 其他的路想要去做 嗯 想要發展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我覺得可能理念沒有那麼合 所以反正就是 最後就幾乎沒有什麼聯絡 對 然後第三個老闆就是 也有讓我去 那時候才正式的去學一個 呃 樂器 就是吉他 但是現在也是談得蠻爛的 因為蜂蜜和全員會 對 就是 對啊 之後就是 比較多都是唱cover的 嗯 反正就是接觸音樂 是蠻長一段時間的 一開始是接觸到YouTube 因為我本來就很愛看YouTube 嗯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想要做YouTube 都是 本身都是YouTube的重度實驗 嗯 這一定的嘛 那那時候 說真的一開始我是在看遊戲實況 我就覺得 喔 原來玩遊戲可以玩得不掉 很好笑 就是鬼叫嘛 對 那時候就覺得 喔我以後也想要 當遊戲實況 可是那時候才大學嘛 然後就上網看一下 設備怎麼貴 買不起 那怎麼辦 先打工嘛 中間就發現 原來還有人在做唱歌 這時候就立志到 以後有沒有要做 那時候也對這個東西也不了解 在外面參加 有些那種樂團 有表演 有表演 然後那時候有接觸到錄音這一團 然後才慢慢的可以自己 產出作品 就算 決定要做一cover這一塊 從那時候開始 我嗎? 我這一開始經營社群 其實有點 一部分是非自願 因為當時就是有 貴人老闆栽培這樣 然後但是因為 你必須要讓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 才會有所謂的流量跟聲量嘛 所以那個時候我必須就是 可能每天都要發一篇文章 或是廢文也好 或是我今天幹嘛的都好 或是我練習唱歌的影片 就是刷存在感 當時是臉書粉專 然後後來因為可能開始就是YouTube比較盛行之後 公司就開了一個頻道 就是要PO一些我們表演的片段啊 之後就是 開始自己也是對cover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可是因為cover這個市場又很飽和 所以後來就覺得說 可以做的就是跟人家鋪一樣 就是唱這首歌 跟台灣人可能就少 然後之後我就想說 因為後續就沒有合作老闆了嘛 就覺得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開自己的一個頻道 就是不管是發cover還是vlog之類的都好 反正後來也是有朋友幫我 就是幫我拍然後幫我剪 然後因為剛好有一個朋友他想要練習錄影嘛 所以就錄了一首歌 然後就放了最完整的 唯一是cover在我的Future上 艾美的可放我後續會不會還會發就是 再說啦 就要從前團體開始講 對不對 寶聲錄二號啊 印象深刻 我覺得這個就是 做團體一定會遇到的事情 意見不合嘛 吵架嘛 好像叫解散嘛 對啊一定的啊 那那時候 欸怎麼講 解散的原因就是 每個人是想做的事情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那時候街頭求我 說真的坐到後面 已經沒什麼人要看了 那就有個人就覺得 這個東西就一定要做下去 捨不得放掉 然後就拖著大家 要把這件事一直抓一抓下去 他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 自於於人 放屁 對不對 你覺得自己有好笑的影片 觀眾不買單 那你是做為甚麼看的 你今天做YouTuber是為甚麼 做心酸 他要做心酸了吧 我們自於於這個第一個是放屁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欸有話題就是好吃 這也是放屁 你要看是什麼話題嘛 你負面話題 你看像之前那個 性騷擾事件 欸對啊話題沖起來 這支影片十幾萬啊 然後後來呢 後來直接掉到幾千幾萬 都是罵聲 都是罵聲嘛 倒贊幫出現 那你這個頻道直接掛了 所以這個 就聽到這個機會就是 傳體中有個智障 還好我先退出了 你看性騷擾風說 為甚麼我再來時候沒有性騷擾 因為剪片的是我 我剪片真的很細心 會觀察女生的表情 嗯 我看這怕 他表情有點不對 那我覺得 稍微斟酌 我覺得不行 就真的要緊要緊一點 嗯嗯 對 那他就是後來有時候就說 欸有話題是好吃嗎 好啊 話題來啦 欸頻道解散啦 恭喜啊 一樣的話題來 對不對 這就是對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之前有過甚麼 我們那時候組了一個團 就是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團體 然後還幫我辦一個 粉絲見面會啊這種 其實當初會有那個團體 我覺得只是為了要特別捧 其中一個女生 因為私底下會變成是 你知道當一個團體裡面 有一個人特別被捧的時候 其他人就會不甚至自為了 對我很不爽 就會覺得說 那竟然你這個團體是為了他 那我們 存在這裡的衣什麼 賠襯品啊 的那種感覺 所以 私底下也不會特別講壞話 但是就是會有一個莫名的距離感 就是這個人他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們三個人 然後我們三個人是我們三個比較好的 團體 團體 對團體就比較容易遇到這種 對啊團體之中 越有小團體 對 超麻麻 所以你們會覺得被捧一個 你們三個會覺得 其實大家心裡都會不是自為啊 所以你們不會就是 有更有競爭的心態 就是幹嘛我要把你拉下來 是不會 就是我想要超越你 沒有對個人產生那種 敵意 或是討厭的感覺 但是就是會覺得 有個距離感在 就是不會特別跟這個人比較親近 很明顯就是 資源感覺都是向著他的 所以印象比較深 蠻多的 真的 蠻多的 就是以外再來講是 硬體設備的條件 你有沒有那個錢 去弄這些東西 對 再來就是你要找到 你自己的定位跟方向 什麼的定位比較會有人看 跟這件事情 有沒有違背你的初衷 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這事情很飽和啊 就是很多你畫畫 這個人唱這首歌 那個人唱這首歌 從小就好幾十個人cover他 對對對 再來就是 狗狗厲害嘛 對啊 還有一個外在嘛 對 所以外在 外在給人家一個 就是第一印象 可能就喔漂亮 但是唱歌還好 可能也是很多人看 對 沒錯 我朋友之前 就也很會 就是會給我一些建議嘛 雖然有些建議很傷人 但是我也覺得是真的 忠言俄 好比說五個朋友裡面好了 大概會有三個朋友 然後四個朋友告訴我 你真的不適合唱中文歌 你唱如果就好 要論技巧你也還好 然後 的確我自己是知道就是 唱中文歌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情緒 就是身邊的朋友也是覺得說 除非我真的技巧夠厲害 然後 聲音夠特別 因為我聲音就是一直被定位在 小清新派的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你知道就是會被很侷限在 那個路 我不想要一直就是唱可愛歌啊 就是我覺得 這是精靈上的難處 我覺得難處低一點 我覺得不能量產這件事 其實蠻困擾 我說真的我一個禮拜一支的話 目前還說我有一點困擾 那你發片時間脫長的話 其實蠻容易就忘記 就沒有熱度 就沒有熱度 當然這個 也是有這種很久發愛 但是熱度也有 但是普遍來說也算不一樣 那再來是 同一首歌一堆人翻唱 我為什麼要聽 而且現在不只是真人翻唱 也不說真的 就是現在VTuber 對不對 這個市場超級龐大 那我可以聽可愛萌妹子 他們皮又漂亮聲音又好聽 為什麼我要看一個男生唱歌 而且現在其實說真的 Vocaloid那個也是 直接虛擬歌手 虛擬歌手 雖然說虛擬歌手已經很久了 但是那個一直都是存在的東西 那最近的話就是VTuber 還有就是說真的 因為之前疫情 很多藝人沒工作 很多聲優沒工作 那他們來幹嘛 來拍VTuber 他們也會翻唱 那這一塊 而且人家在聲音上面是專業 對 聲優 他們本來就很有名氣 那他們來唱歌 我當然一定去聽嘛 那每個人一天的時間都有見 那我可以看了就這支影片 這幾支影片 所以我選擇太多人 困境也就是這樣 最近也意識到 現在主流的影片就是那種 很短的幹片 等於說YouTube的抖音化嘛 IG的抖音化 Facebook最近也推出短影片 目前我說真的跟 他剛剛說到初中 說真的已經偏了 我現在也開始 慢慢慢慢的轉向那種幹片 像之前可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 那首歌也是爆紅 那我就請他幫我翻譯成日文版 有我看到 那在我的頻道 點閱就算好的 對 但那個曝光率也很好 也大多多15%快16% 其實也算不錯 有沒有就是發現一件事 就是當你覺得 喔這影片就應該還好吧 沒有沒有 我是覺得那支影片 我跟到時事 所以不會太差 但是 但你自己最用心的那個 對對對 最用心 投入這段行李的都不是點閱最高的 對 我就覺得這首歌我唱的真的真好聽 我覺得這首歌已經唱得很好 但點閱就是 欸怎麼沒有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 困境就是 跟初中啦 這個市場寶 就能做 嗯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對啊 懂得跟時事 就是像 上次我們也有聊到就是 現在紅什麼就拍什麼 對 但像這些事情 就非常違背我的 對 對 就是跟自己的初衷是完全 以前有跟著老闆的時代的時候 他們也會叫我跟上時事 我的確知道他們的想法很好 我也覺得 我也同意這個做法 可是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煩顧的人 再加上其實我也承認我還蠻爛散 對 這應該也是歷來 歷任老闆有點頭痛的願意 其實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 就不是我特別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 沒有什麼動力去做 然後就是 做出來的東西有點 日文叫 就是 似不像的感覺 所以就會覺得 欸那是不是乾脆就是 不要做比較好 所以我的東西 都是那種 久久才一次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對我來說 最好的方面就是 沒有跟老闆吧 因為他們一定會想要一個技巧 對啊 我就做不出一個 我就做不出一個成績 因為畢竟他們有投資嘛 對啊 對 但是我還是有努力成分在的 有努力就好了啦 對 成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真的這東西不是努力可以 努力就可以了 努力就可以了 拿魂梯注點 七分扣 唱 對 對啊 就是每個人 現在滑影片的形態變得就是快了 所以我覺得對秀史的影響 壞了就是 我沒有耐心聽完你們唱完這次 等於說我們以前的這種做法 但現在是不太適用 有點稍微被淘汰 對啊 當然你有實力 還是會有一定的力量 但有沒有影響我覺得是有影響 對 就是大家的形態轉變 對 然後再就是 自己說真的 你的心情也會覺得 該讓我阿魯整整個 我覺得 大部分的創作者都會遇到 這個問題 他們在遊戲就是 不適應版本嘛 對不對 跟不上這個Meta 那你只能 想辦法跟上嘛 不然就是被淘汰 對 對 我覺得影響壞的是這 那好的是什麼 那我不用做這麼精緻啦 那更快速可以產出影片 都是有好有壞 因為我很少在Youti 所以 不是有太大影響 但旁觀去想說 這有點像這個衣服 很快洗一下的概念 大家也不會認真的把影片看完 所以可能人家會對你這個人有影響 但是不太會知道說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對 就是會讓現在的人 比較容易都只看到表象的部分 對 對 原來跟我要吃飯睡覺一樣 所以 這麼重要 對啊 每天都要 因為很多人是這樣啊 今天沒有帶耳機出門的 就很難過 焦慮 你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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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 然後這一段期間 而且我覺得 因為有一陣子 我其實慢 情緒不是很穩定的期間 可能我一個人只在路上的時候 如果真的沒有帶耳機 我真的會有點慌耶 我真的會有點慌耶 對 其實音樂 音樂對來說 好像還好 對啊 好像還好 我覺得可能是人生階段的問題 現在感覺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錢 我是覺得還好 音樂這個東西 就是那個娛樂對來說 就只有這樣 那為什麼我喜歡唱歌 好像想不起 為什麼 我覺得因為我享受表演的感覺 成就感 成就感 就是我喜歡得到成就感 我喜歡被關注 喜歡 輔到掌聲那種 那你說一定要音樂要不一定要 如果今天也是 演戲 或是做菜 什麼 所以我覺得音樂可能 比較好膚淺 就是讓我得到成就感的東西 其中一件東西而已 嗯 像趕上一次就是 他是說 他覺得音樂是 人跟 人之間的互動 嗯 我可能會不換或者是 做一首歌這樣 但是我把我想要傳達的東西 放在裡面 對 我覺得音樂就是一個 情緒的 抒發 對 應該很浪漫的 對 對 應該很浪漫的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不會特別想聽嗨歌啊 對啊 我心情不好也不會想聽勵志的歌啊 我心情不好就想要聽 讓我心情不好的歌啊 對 對就是要飛到極致 對對對 就是 一毛的時候要聽一毛歌 開心的時候要聽牌 像我之前有一陣子很難過 每天都在聽 那個曾經我也想過於兩位 每天都在聽 每天 我是好樂團耶 你有沒有聽過嗎 喔 好樂團超一毛的 對啊 超級一毛 欸可是關於Shows 我這裡有一個東西 不知道你們怎麼知道 可是大家知道Shows 是後來YouTube發展出來的嗎 然後那你們知道Shows 跟普通的影片是不同的 演算法嗎 對 對 那通常你短影片 然後跟長影片 就假設如果你發長影片 你一直發短影片好了 然後突然發長影片 那觀眾是不是 是不太常看 然後你只要續看去低了 然後你的頻道 就不會被推過去了 那這個對 這個就是關於到演算法 那我覺得Shows有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它的演算法非常的廣 然後包括它不會影響到 你其他影片的演算法 所以你一直瘋狂發Shows 你被推的越多 越多的認識 就有機會讓你的長影片 沒有被人看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我發很多Shows 會被影響到 我的影片也其實不會 你狂發育 也是沒有人會在意 對 這挺好的 所以我最近要轉型啊 對我最近也在轉型 然後轉型變成TickTocker這樣 對 明天就去辦TickTocker 對 我是Youtuber 我是TickTocker 對 那I'm Reels Youtuber Reel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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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感謝 感謝FOXMAN跟YUI 還有阿姬 對 來我的頻道 然後呢 FOXMAN YUI 跟阿姬的頻道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只要露個臉 可以露個臉 這裡還有一個 Yay 各位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他們的頻道 那喜歡的話 不妨給我們留個言 或是按下 下面那個喜歡跟訂閱 對 那這次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所以說MV那個 好 我後來發現原來 有人 有人跟我說 她的服裝有 那個 我們講還原 對 不過我就參考Pretendure 就是 女主角穿喜歡衣服 對 我跟妳講 小巧思 我們那時候 沒有人發現 直到最近 她跟我講 喔 真的喔 欸真的耶 不曉得她有沒有其他人發現 沒有